嗨你好,我是刘奶爸 今天Lite At發出一個訊息 可是我有很多個Lite At的帳號 但只有我其中兩個Lite At有收到這個訊息而已 那這兩個Lite At一個是認證的 一個是已經認證的Lite At的帳號 另外一個是沒有認證 但是我的好友數已經超過一萬人以上 那這兩個帳號都有收到這個訊息 那什麼樣的訊息呢? 它上面寫說 認證帳號的公告 就是這個認證帳號 將於2019年的3月1號暫停申請 也就是3月1號之後就不能夠再申請認證 Lite At一般帳號是可以使用的 但是不能夠去申請認證 因為一般帳號是灰色盾牌嘛 然後認證帳號是藍色盾牌嘛 所以3月1號之後不能申請了 好,親愛的商家您好 謝謝您對Lite At生活圈的支持 為配合2019年第二季全新官方帳號2.0計畫 所進行的服務整合及優化 以提供用戶更好的使用體驗 系統將於2019年的3月1號起 暫時關閉認證帳號的申請入口 認證帳號的申請入口預計將於 2019年的第二季再度開放 所以第二季應該是4月嘛對不對? 所以3月1號到4月之間這一個月的時間不能夠申請 暫停申請認證 所以應該是4月就開始了新的帳號的功能了 所以他說第二季再度開放 屆時我們將會另行公告 在暫時關閉認證帳號申請入口的期間 仍可建立一般帳號並使用一般帳號的功能 盡情放心 更多關於官方帳號2.0計畫詳細以下連結說明 然後呢 他底下的這個進化版LINE的官方帳號相關說明 其實這已經是去年的我看一下 你看這個訊息是2018年的7月3號 之前這個就已經看過了 然後就是在等今年的消息嘛 然後這第二行是 LINE公開2019年商務溝通三大趨勢 數據串接定制行銷真實效益 官方帳號2.0的計畫整併藍圖首度揭曉 首度揭曉很好笑喔 你看 首度揭曉這居然是在2018年11月8號發布的消息 這個可是我今天才收到他們的通知 LINE的那個群發通知 那他說的這篇訊息是在 去年的11月8號就已經公告了 他這邊有寫說2019年的Q2第二季 官方帳號2.0計畫整合彈性升級 費用上全新的官方帳號提供更彈性靈活的預算配比 預計推出三種月費方案 從零月費的清用量到中用量高用量三種模式 他只有講這樣子啦 清用量 5月費基礎訊息量 就類似現在的一般帳號就是一個月可以發1000成嘛 可是之後會是多少不知道他沒有寫 然後中用量就是 每個月的月費要付基本月費 基本月費就可以發基礎的不曉得多少 不曉得可以發幾折 如果超過多少必須要加購 多少他目前也沒有講 高用量就是 訊息加購這個會變成一個特惠包 就是一定是一個很大的量 然後一個比較特惠的價格這樣子 就分成三種方案 可是他這邊也沒有公告價格 所以我們必須等到4月1號之後才會知道 那等了現在已經等半年多了 所以要等到第二季 所以我們4月1號再看看Light有沒有什麼 重大好用的功能 其實我們最期待的功能就是 可以自訂不同的人去發送通知 不要每次一發就全部群發 因為這樣子 譬如說已經買過 買過相同商品的人 你再發一次 叫他再買 就沒有意思嘛 那些人收到會覺得 我就已經買了 你發給我幹嘛 可是目前Light的功能就是 一群拜所有的人都會收到 很麻煩 沒有辦法去 分類你的那個客戶群 所以我們希望4月1號之後就有這個功能 當然價格也希望能夠 比較親民一點 搞不好到時候漲價還不一定 不知道 到時候再說吧 OK 這是今天要跟各位講的 Light的一個重大更新 可能會在4月1號上市 小老鼠LiUBABA 是我的Light的帳號 那我還有申請個新的微信的公眾號 如果你可以關注微信公眾號的話呢 你可以去搜尋 流奶爸 網路營銷 就可以找到我了 簡體字的流奶爸網路營銷 你打繁體字也可以啦 反正你在微信搜尋公眾號打流奶爸 就會找到 我的公眾號OK 好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